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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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方长 我们接着昨天的讲题 净土宗正义三部经典 佛说《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无量寿经》 主要讲了两重因果 也就是法藏成佛因果和众生往生因果 这两重因果都于第四十八院 都是以四十八院为中轴 不论法藏成佛还是众生往生 都是依据四十八院 因为这是一体的 就如同第十八院所说的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一院当中 所以法藏成佛的因果也含在 不取正觉四个字当中 那么众生往生因果就含在若不生者 若不生者和不取正觉 它是同时完成的 所以法藏成佛一方面是完成了极乐世界 法藏菩萨的正觉功德 无量光寿的佛身 同时是完成了众生的往生 这个就成为我们净土宗根本教理的依据 那《观无量寿佛经》它是最有情节化的 最具有戏剧特色的 也和我们凡夫的生活非常亲切 切尽的一部经典 那故事源起于呢 这维提西夫人呢 她是国泰夫人 她的儿子阿舍士王 因为受到提普达多的教所 还有她前世的姻缘 那要贪图王位 求杀她的父王 贫婆苏洛王 那同时呢 对她的母亲也行大逆不道之罪 把她 维提西夫人啊 就是她的母亲 关在后宫牢笼当中 因为这件事情呢 就是所谓的宫廷政变 人机中的反应 人性的弱点 权利啊 金钱啊 父子啊 这种最 在人间可以讲是最亲爱骨肉的关系啊 发生了破裂 那维提西夫人遭此人生巨变啊 她内心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她就 呃 在关的牢笼里边啊 就摇向世尊的方向顶礼 说呀 我 太苦了 世尊能不能来 看看我 或者 就是派这个弟子来看看我 那释迦牟尼佛呢 就神通 知道维提西夫人心中所想 就来到王宫当中 那么维提西夫人见到释迦牟尼佛 就悲戒 哀嚎 顶礼 她说 我这个世界太苦了 现在啊 她就想到修行了 解脱了 所以一苦启绝 我愿意往生啊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 世尊你告诉我怎么修行 依此为开端 释迦牟尼佛讲了十六观 这十六观呢 有三个内容 前十三定观 前十三观就观日 观水 观地 观宝树 保持 保树 保楼 一致观 有十三观 这是定善观 定善 禅定当中所修的善 那么第十四观和十五观呢 就是散善 第十四观呢 是大乘善法 第十五观呢 是小乘善法 以及世间善法 那第十六观呢 就下辈 十六观就是下辈三平往生 就讲的念佛 所以这十六观呢 包含三个内容 定善 散善 与念佛 所以我们大家总略的要知道 观经是针对一个特殊的场景所说的 也就是针对阿舍士 VTC这么一个背景 阿舍士呢 造了武力罪的 犯了武力罪的这么一个状况 因为杀父杀母嘛 受提普达多教所 这个罪业很重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讲的这部观经 它是很有典型说服力的 而VTC夫人呢 也是代表了所有 凡夫众生的典型特色 在他身上都能反映出来 将来我们学习观经的时候 就更加清晰了 那么应照VTC夫人的邀请 请说 请问 世尊就讲了十六定观 就是定善 散善和念佛 那么到最后 付主给阿南的时候 定善观就没有付主 散善观也没有付主 然后付出阿南说 阿南如好吃是予 吃是予者 即是吃 无量受佛明 把这个念佛的法门 付出给阿南了 这是观经他的大概 那阿弥陀经呢 释迦牟尼佛无问自说 对着舍利夫尊者 以及在场大众 先是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 然后呢 就劝导我们众生 应当发愿愿生彼国 那如何去往生呢 就少善根夫的姻缘不可往生 闻说阿弥陀佛知识名号 一日七日 一心不赖 决定往生 那这样的法门 如此的容易殊胜 超越 众生难以相信 所以十方诸佛出广常舌下 来证明一定往生 最后释迦牟尼佛和诸佛互相 叹难 劝信 这个法门 太难得 太稀有 太难信 如论众生应当信寿 这样的借宿前进 所以这是我们净土三不经的大约的内容 那我们学习净土的教理 对这三不经的梗干内容应该是熟悉在心 最好这三不经的读的比较熟 这样呢 我们尤其我们讲的阿弥陀佛经的时候 说过了 我们会贯通三经来解释 这样就会不陌生 那我们说这个正义经典 在这里也是有它特别含义的 就是要说明我们净土宗 所以宗的意识 宗的观念 宗的理论 这个三不经能够成为正义经典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意义呢 那为什么别的经典不能成为正义经典 而且这三不经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 开弦过程 它才成为我们正义经典 那么这下面几方面呢 讲义当中都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表述出来 首先这个正义经典的含义啊 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一般人缺乏这个观念 如果缺了这个观念 不能正确理解所谓正义经典 它所要表达的意涵 那可以讲啊 你即使在读这不经 你也不会没有依据净土宗 所谓正义经典正是纯粹 专门 一是依据 一准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净土法门 要专门的 纯粹的 依据 这三不经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佛对积说法 它的经典很多 如果学净土法门的 拿着这三不经以外的教理 因为不是对净土根基 对这个五诸二世凡夫所说的法门 那么以他的教理也是佛所讲的 但那是即使真理的 可是呢 未必对我们的根基 所以如果你不依净土三经 以别的经典来修学净土 这个一定会走错路的 你比如说 那眼经 这部经很有名 也有经常有人提到净土的人 也会提到四种清净明慧 这四种清净明慧 这当中那眼一一都说了 杀到淫望这四件事 杀心不出 臣不可出 淫心不出 臣不可出 那这杀到淫望就是说 如果你不要说没有做这个罪 那如果你就是这个心 连这个动机点点如果不灭的话 那你不可能处理臣劳的 如果以这个为标准 你看佛所讲的 讲的很肯定 臣不可出 这个臣劳三界六道轮回 是不可能处理的 如果违背这个说法 就是魔说 波寻说 信孙这样的说法 就是佛说 你看那你这样讲 你不是反着说吗 为什么 这是因为靠自立修行的法门 你靠自立修行 这个四种亲近明慧 是决定不能违背的 你不可能杀心不出 还可以出臣劳 但是这个观点 如果拿来做净土宗的修行 就是错了 我们净土三不经里边 没有这样说法 那么如果 如果淫心不出 臣不可出 那在家人就不要谈往生了 那今次出家的话 也没有断淫运心 那你也不能谈往生了 那怎么可能呢 那么很多人 从古道经的往生传记 实力当中 他们都已经断了 这个四种心了吗 所以这个跟事实也不符合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谓正义经典 就是当其他的经典 所说的 和这三不经所说的 看似矛盾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看似矛盾 因为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不义于者 如于者 不义于者 他不可能有矛盾的 所以看似矛盾 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前短 我们不能了解 透达佛所说法的义趣 他怎样对击不同 开弦法门 所以我们会觉得矛盾 你看 这里说 只要凡夫念佛 就可以往生了 那里又说 那是这个迎新不出 成不可出 我们就看了矛盾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看似矛盾的时候 于经不一 专一净土 这个才叫做正义经典 所以有的人 比如把金刚经拿来说 无人像 无我像 无受者像 无众生像 这是金刚经的原则 但是净土们不这样说 那如果这样说 要当你破四象 绝白非才可以往生 那我们就不要谈往生了 这样就是所谓的 横朝法做述出之用 这个你也没有 也不懂得 金刚经的射击范美 也不懂得净土教门 它特殊的殊胜之处 那同时呢 在你的心中 就没有所谓正义经典的 这个概念 也就是你没有净土宗 这个宗的意识和观念 你不懂的什么是净土宗 也不了解我们学习净土宗的法门 一定要依据净土三部经 作为我们纯粹 专门依据的标准 我这样讲 希望大家牢牢的记住 这样你就不会把佛法 把这部经跟别的那部经拿来吵嘴 拿来矛盾 拿来这个 做无一的辩论 然后心中的很矛盾 互相你说我不对 我说你不对 大好佛法弄成一片混乱 这个如果懂得立宗的依据 懂得我们正义经典的含义 这些毛病通通就 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 一是一准 一行 一准就是有一所标准 一行就是你依据它来修行 正一或成专一 专门 纯一 纯粹 唯一 怨生净土 应当专一净土三经 若其于经论所说 与净土三经不同 皆 弃而不一 这里四个字 可能有人觉得说 太干脆了吧 太武断了吧 但是佛法修行就要这样子 弃而不一 就说放弃 于经于论的观点 不一从 有人就感到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那都是佛讲的 你怎么能弃而不一 因为中文不同 修行的方法不一样 唯一三经为标准 不一余经为标准 这是一准的意思 唯一三经起行 不一余经起修行 这是一行的意思 前面加个唯一 唯一的意思 兼代而说者为旁一 可以参考 那么有些经典 他也说到 往生极乐之事 是兼代而说 这个叫旁一 就不是根本依据的 是附带性的 参考性的 于者则不一 这其他的 除了正一旁一之外 那就没有一了 那么不一 底下特别说明了一句 不一非不信 不一样 并不代表不信 也都是养性的 这个大家回去可以看 上大师全集的247页 从246页开始 我前面会引用几段文 来说明 这个讲义里面所说的观点 都不是我个人的见解 它都是有来历 有依据的 那不过是用现代的文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所说的正一经典 为什么说余经不一 而唯一三经 我是来的一句 是在上大师观金苏 我们从246页 倒数第二行看起 问曰 凡夫治前 账祸畜身 若逢解形不同之人 多引经论 来相防难 郑云 遇到这些人 他引用经引论 来证明说 你这样不可能往生的 一切罪障凡夫 不得往生 你四种心没有出 你三心未消 你四相未除 你杀盗淫妄 四心未灭 你怎么能往生呢 罪障凡夫 不得往生 如果有人这样来对我们说 那怎么办呢 云和对质比难 陈旧信心 决定止境 不生怯退也 一般人听到这样一讲 拿出大名望的人物 拿出这经论 马上就怎么样 咧了 就完了 卸了气的皮球 不能往生了 善良大师很慈悲 大约 若有人多引经论 振云不生者 引经引论 证明说 你这样凡夫 不能往生的 那怎么回答他 行者即暴云 忍者 很尊重他 喊他那个 忍者 虽讲经论来 正道不生 虽然你拿了这个 经论了 来说明 凡夫不能往生 如我一辙 但是按照我的理解 决定不受辱魄 不会被你的思想 动摇的 为什么呢 何以故 然我一不是不信 笔诸经论 那动摇佛法 那我拿出来是佛 就要讲的经论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但我也不是不相信 所以这里讲信 境界养信 我通通都相信 所以我们不依 并不是不信 我们相信 这个佛所讲的经典 但是呢 我们并不把它作为 我们净土们修行的依据 随于这个依 佛所说的一切经典 我们都依信 但不依行 在净土门当中 我们一行净土三部经 其他的关系比较疏远的 或者看上有矛盾的 我们就不依 就以三部经为标准好了 那底下就说出理由 然 佛说比经时 处别 识别 对积别 利益别 就佛说经典啊 就是对积说法 它的处所不一样 它在某种处所 代表环境因缘呢 在这种环境因缘情况下 它这样讲 换了一种环境因缘 又不这样讲了 那么实际点也是一样 在这个时间段 是这样说 那另外的时间段 遇到的因缘不一样 又不同 对积就是所对的众生的根基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要求这个众生的修行法则 和他所得到的利益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积别 利益别 那我们再看 翻到二百五十一页 二百五十一页从第一项开始 这是振杂二行分判 严正行者 专一 往生经 行刑者 世民正行 五种正行 你看 专一 我们讲正一 像正行 专一 往生经 这几个字列在一块 就刚好是正义经典的意思 正行 专一 往生的经典 这不是正义三部经吗 正义经典吗 那么是哪个呢 一心专 读诵词 观经 弥陀经 无量寿经 等 等就等这三 前面这三部经 所以这个正义经典 依这个三经起行 专一往生经行吗 往生经的行法 而起修行的 五种正行的 这是善导大师 他给我们规定的 那我们这里呢 把它说明了 好 我们下面说明 为什么一三经不一余经 刚才我们大略说到一些 众经啊 各弃有缘 对机 刑法 利益 各不相同 这是佛 所谓讲经说法的根本原则 如果你修其他的法门 就怎么样呢 要一余有缘的经典 比如说 你要修这个般若 那你就是以金刚经 心经 这般若系列的经典 所以 破四象 绝白飞 这个就是般若系列 有缘的经典 那么修行就很快 你修般若法门 你拿净土 净土是有的法门 它不是空的法门 那净土了 去此西方 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企图有佛号阿弥陀 那你修空性的法门 你拿一个有的经典 这个不是他的正义 所以我们这是公平的交易 公平的说法 那么你修净土法门 是有的法门 从有下 入无下 那你拿这个般若的经典来 如果上根立志的 或许在理解上还能通达 那下根有路的人 根本就不要说什么 这样就不 就得不到利益了 那修净土法门呢 要以净土有缘的经典 我们净土有缘的经典 是哪几部啊 净土有缘经 你们点得出来吗 净土三经 对 那下面呢 我就赢了 上德大师的 话 两段 刚才这一段说过了 处别 识别 对极别 四一别 这一般我们叫做四别 讲这四别就知道了 对特别法门 它是有别 英光大师经常说 通土法门 特别法门 他的 其实从他的 经教的本源 就来源于上德大师 二百四十七页 观经书二百四十七页 这里边有通和别的 一个分线 那么第二段 若于学解 从凡至圣 乃至佛果 一切无碍 皆得学也 这就是说 一切法门 我们都依信 我们都相信 所以进阶养信 如果以佛法的解门来说呢 从凡到圣 乃至到佛果 这所讲的 人天 也就是五称教法 人天称不就凡吗 然后呢 身门称 圆觉称 菩萨称 这所有的都没有障碍 都可以学习 得势 可以 能够 那么到底你学多少 是根据你个人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心量和智慧 那你就可以多学一些 若于学行者 但是我们并不是 完全做一个 解门上 你还要落实在行门当中 一解起行啊 所以若于学行者 要实际修行 起行的时候 怎么样呢 毕竟有缘之法 少用功劳 多得意义 你一定要 借助于 和你这个法门相关 和你根基相应的 有缘的教法 有缘教法就是 事半功倍 少用功劳 你稍稍用力 多得利益 那其他法门呢 如果不是有缘 经教 你就在理解的时候 就有很多困难困扰 那修行起来呢 更是 未必对你的根基 这是善德大师 他在这里 对我们 慈悲的开示 那我们又懂得说呢 有解和行这两方面 学解 不妨呢 有这个智慧能力 不妨宽一点 广一点 尤其是法师 是可以的 当然就你的能力而言 那学行呢 一定要专的 关于这一方面呢 也有人呢 多有误解 说你净土法门 老讲专 专修专红 那岂不是其他的法门 受影响了 佛教这么多经典 那就不弘扬了吗 不是太狭窄了吗 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专题 来讨论 不过今天我讲 一点 让大家明白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专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专 它是从行门来讲的 一定要专 那从解门呢 就是可以圆 这是我们自己修行 要有这个观念 同时我们对外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要把我们的宗旨 表达清楚 当然对方也要听明白 你比如说 禅宗 他讲不立文字 这是代表他一个立场 也代表他的一个宗旨 那我们净土中 讲专是一样的 是代表我们的立场和宗旨 那么不立文字 难道是把所有的佛经书 给烧掉了吗 也不是 他就是讲了千言万语 你看这个禅宗的教点 从古到经 最多的还是禅的 什么纸月禄 什么五灯会员 很多 他文字也搞了很不少 还有禅门大藏 很多 但是再多的文字 他说我不立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文字 不能够直接的表达 所以那个心 本心本性 是文字所达不到的 它是要说明文字 不能很难以直接的 把心性表示出来 你不能说通过文字 你开悟 它是要只知之一心的 所以他讲了一千遍一万遍 他说我没有说一个字 所以叫不立文字 他并不是把 他是要破除我们对文字的执着项 那我们净土宗讲砖 像上尔大师 他就是一天做多少功德的事情 他也是砖 他并没有认为说 我在念佛之外 有另外的法门功德在修行 他没有这个观念 就像刚才讲的禅一样 他就拿不到很多文字 他说我不立文字 所以你要听得明白 我们这个砖并不是破撤 或者是障碍 其他的法门 都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避免这个杂 只要在这个宗旨上 都归如到往生极乐世界 是要专凭弥陀救度 专春弥陀佛名 我们哪怕在读别的经典 在世间行善法 出世善法 他都是归在专修念佛当中 这就是专 归宗万法归宗的地方 我们看讲义 愿生极乐 我们说有缘之法 那我们把这个经典来看一看 什么是有缘之法 我们看这净土三部经 就是我们净土最有缘的教法 他为什么呢 专明弥陀救度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佛主 这三部经专门的来显明 阿弥陀佛救度的 这不是有缘吗 而且缘很专 专赞极乐庄严 专说称名往生 三个专 没有一言 夹杂起鱼之事 所以这个三部经 它和我们净土法门 我们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缘分 最深 最纯 最正 所以它成为正义经典 缘分最深的 缘在哪个地方 你一定要找你有缘的法门 那往生极乐 这三部经 是有缘之经 那么其他经典呢 比如金刚经也好 心经也好 它没有说到极乐之事 没有说你怎么往生极乐世界 它都没有说到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 我经常问大家 说你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结果捧了一本 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字 说到极乐世界的经典 在那里修行 你到底是修哪一门子法 他连自己都搞不清了 说我今天我要到北京去 然后拿了一个列车诗歌表 从头到北看 没有从扬州到北京的班次 这个车次 他反复的从头读到北 你读什么呢 你查什么呢 你总是要查扬州到北京 几堂 你拿着这一页好好看 还有一点 这个才相应 我们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大藏经 就好像一个列车诗歌表一样 你翻 从凡夫到极乐拿几堂 这一页在这里 这三部经继续选对了 你翻一个金刚经 我不是说金刚经不好 它到成都去的吗 它不是到北京的吗 或者它是两回事 不是说它不好 但是它是不是对你的根基 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大家这个观念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常识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智慧 哎呀 你还敢想 这是佛讲的经典 佛讲的经典 我们都赞叹 我们都顶待 但我们修行法门的时候 一定要有选择 所以法师战里面就说 故事如来选要法 教念弥陀 专赴专 选最重要的有缘的经典 我们选 眼睛 不亮啊 选不准 释迦牟尼佛都着急了 释迦牟尼佛非常稳重的 一般不会着急的 一看哎呀 这么多众生 他就不知道选哪个法门 他说我来吧 我帮你选 故事如来选要法 这个最重要的法门 阿南啊 我给你选好了 如好持世语啊 持世语者 就是持无量寿佛名啊 那选好交给他了吗 其他的属于少上跟夫的姻缘 那就不谈了 那不能往生的 选舍 知文术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一定往生 你要选这个法门 我帮你选好了 你要拿好啊 你要专复专 你要把这个名号 一致念到底 这就是选 有缘教法 那么其他的经典呢 没有说到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不依准 但如果你个人有兴趣 比如这部新经 我们要求所有的同学 都要会背 因为他的意理也非常好 我们了解了解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是把它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 一个标准 或者修行的法则 这个可以了解 那有的经典 纵然说到往生极乐 但是呢 他是说起于法门的时候 兼待而说 他不是专业讲往生极乐世界的 而这净土三不经是专门纯粹 毫不夹杂的 讲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是根本性的焦点 那其他的呢 是附带讲的 是这个连带性的 他不是专业的 就好像我们学英语一样 学英语 你拿一本英语的课 这个专业的教科书 那是不一样的 说你突然发现一本书 里面一个夸胡 里面有个英语单词 把这本书当英语教科书 那你能学好英语吗 对不对 他夸胡 里面有个小词 注明一下 这英文怎么说的 往往现在看很多书是有这样的 那你这个拿来 怎么能当英文教材呢 那么其他讲别的经典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随时都会想到极乐世界 他就拿个夸胡 不要忘了 还有极乐世界 他这个是附带性的 不是专门的 所以大家要懂得 他们这个有所差别 所以不专以往生极乐为宗旨 也不专显弥陀本愿之旧度 那么他虽然讲到极乐 与净土三金相比 起源 稍浅 虽然跟极乐还是有缘分 因为他讲到极乐了 但这个源 比较起来 就浅了 不如三金深 偏而不正 为什么说偏呢 这净土三金是知达极乐的 是正 那么其他边上那个岔道引过来 所以偏而不正 杂而不纯 为什么说杂呢 因为他是在说其他法门 其他宗旨 其他修行 然后圣道法门的理念 夹杂在当中附带说道 所以叫杂而不纯 这样不能作为正义经典 当然可以有旁一的价值 这是这层观点 那下面呢 举了两个例子 就大家通图所听说的 有净土五金 大家听说过吗 净土五金除了这三部金之外 还加一部 普贤行愿品 还有一部 大师菩萨念佛原通章 现在呢 也有流通的净土五金的版本 而我们红颜寺是没有印净土五金的 我们印了净土三金 这净土五金的行愿品和念佛章 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首先 我告诉大家 这两部金 请问善导大师有读过吗 肯定读过 答案是错误的 因为善导大师的时代 这两部金还没有翻译过来 所以善导大师 他没有读 也没有引用 如果善导大师的时代 这两部金翻译过来了 他老人家也一定会引用的 秦愿品是十大愿亡 祷归极乐 原通章是大师之菩萨 念佛之开示 这两部都大有功于净土法门之洪通 对净土法门的弘扬普及 是很有效果很有作用 所以古德弘扬净土法门 发现这两部挺好 很有说服力 所以就把这两部抽出来 序于净土三金之后 净土三金后面给他补充进去 净土三金是你们 这个专家专业所讲的 那或许有的人觉得 说服力还不足 是自己啊 专门干的净土法门所说的 那好 不仅专讲净土 那华严经理总是幸福的吧 华严经理看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 这个五十三参 广大佛的殊胜 自身境界 幽密 庄严 大家都认可的 所谓一佛称的教法 那么这样的教法呢 最后怎么样 十大愿亡倒归极乐 这下 所以应光大师他很善巧 他经常把这个拿来 他说如果你不修身极乐的话 你可以去问问普贤王菩萨 这下就口堵住了吧 你的根基再高 你都不能超过普贤王 普贤菩萨率领 这个四十二位法身大势 都是破了无名的大势 都求生极乐世界 你凡夫之人 凭什么不往生 这一说 你的心服口服啊 这个对我们净土法门的弘扬 大有帮助 那就引用作为第四经 那么念佛元通章呢 大师之菩萨的念佛元通 内言经叫二十五位元通嘛 其中呢 世智菩萨的念佛元通 对我们念佛法门的弘扬 很有帮助 所以呢 放在后面 这样呢 就变成了净土五经 所以这两部经呢 就知道 他从 他的体力格式 他之所以续在三部经之后 他的作用 大家明白 他是旁一的作用 辅助性的作用 然后对净土法门的弘通 起一个扩散性的作用 那么从正义来讲 还是三部经 所以懂得他的主次之分 那么他的意思相当什么呢 内同于观念法门所言 六部网生经 这观念法门所言 那是在哪里 在339页 上海大全集 也就是 一经明 五种增上原意一卷 然后列了六部网生经 一无量寿经 一十六观经 一四指阿弥陀经 也就是 纠穆罗史大师所翻译的 我们现在读的 佛书阿弥陀经 然后底下有三部 这三部呢 大家比较陌生一点 一波周三密经 一十网生经 一净土三密经 仅以释迦佛教 六部网生经等 显明 称恋阿弥陀佛 愿身净土者 现生既得延年转寿 不遭久恒之难 一句如下 五元一中说 那所以我刚才说到了 如果 上海大师 那么又读到 普贤心愿品 和念佛原东章的话 他也就会引用的 他很开放 只要能够辅助 说明净土法门 都可以拿来用 但这里边呢 正义经典 就是前面这三部 最重要的放前面 所以在讲 五种正行的时候 他就不提别的 他说专医 往生经行行者 医者 专读诵 观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所以就不提别的了 那我们说 普贤心愿品 我们要怎么医他呢 这个是一个说法的 那有人读了普贤心愿品 就要求说 那这不是我们净土宗 也是第四经吗 那你应该像普贤王菩萨 一样发大愿 你发了十大愿了 你这个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这个就相应了 如果这样的话 也许极少数 极少数 上根立志的人 听到这样的话 可能会涌进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下根凡夫的人 听到这个话 会退心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怎么好发 发不起来 也没那个智慧 没那个心量 所以这样的 可能会对多数人有损 那我们应当怎么来用这个普贤心愿品 辅助我们净土法门呢 那就刚才所讲的 连慈等大菩萨 所以四十二位法圣大士 都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和仁思 我是什么人 那更要求往生了 这样就对我们法门的信心 对我们的怨心 就能辅助 不能让我们退道心 反而让我们 起这个涌进之心 哎呀 我和仁思 居然可以跟普贤王菩萨 四十二位大菩萨 可以 这个把手必行 走在往生极乐大道上 何其光荣 何其自豪 对不对 这时候你感觉 哎呀 我就不会起下列之心 下列之想 这样呢 就会辅助我们 对这个法门增长信心 这时候我们要善用 那么念风言通章呢 也是有的 念风言通章 也很短 如果有能力的 也都可以背 不过他有两个要点 经常会引用的就是 都设六根 敬念 相续 是吧 入三目的 四为第一 所以也有人 也有人拿这个话 你念佛啊 一定要得到 清净心 那大师之菩萨 这么开导我们的 这是大师之菩萨 不是你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说一定要去这样做到 那很可能有人会退心 说我都设六根 我一根都搞不起来 那么同时呢 他和观金所说的 也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你比如说观金这个下品下身的人 他凭什么能做到都设六根 敬念相续 他那个时候 比人苦 比不慌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 比佛者 应称无量受佛 他就是 英武学舌 一个嘴巴 他脑子意跟意识 这个心念 都不能凝聚了 都是心耗散 死苦来毕 种种恐怖景象 一片慌乱 那个讲心散乱 那是打散乱到极点 所以善之说 完了 他怎么样都设六根 这时候说 某某人啊 你都设六根 敬念相续 他没办法 他有办法 他跳起来给你干 你来试试看 你来看看 你能不能对去六根 你说那个话 那个大话好说 你来试试看 等你要死了 像我这样痛苦 你能做到吗 我们都是站着说话 腰不疼啊 那个时候他多痛苦啊 他又是造罪之人 他如果是一生 行善积德之人 他可能很正念分明的 他是造五尼重罪啊 下贫下身的人 这个时候 所以善知识跟他讲什么 大师菩萨来 会跟他讲说 大师菩萨说 我念佛言通章 就这么修的 你要向我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续 大师菩萨不会那么笨的 他不会这么讲 他会怎么说 阿弥陀佛是你大慈悲母啊 阿弥陀佛正在意念你 如母一子啊 你现在应当如此一母啊 知道你的母亲是不会抛弃你的 你只要一念阿弥陀佛 你嘴巴会动舌头 你不动坐在这里听着 也可以的 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母子相义 不相违远 所以这部 念佛言通章 他其实 是说了两种 一个高难度的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续 因为菩萨讲话 往往都是三根普遍的 然后对我们这样的凡夫 有情分别众生 他就重点开始是 如母一子 如子一母 好 我们下一堂课 接着再说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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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